未来如果你要买外币现钞啊 小心啊 可能真的会变贵哦 这是全球最大的外币现钞供应行 汇丰银行宣布 从10月份开始 就要停办外币现钞的供应业务 汇率表数字跳不停 想买外币现钞 眼睛叮死死 生怕买贵了 但10月19号开始 汇丰银行停办全球外币现钞供应 换句话说 汇丰不玩了 民众买外币恐怕会变贵 进口外币现钞的外国银行就成家 美国商业一家 表示不会因为这种寡占的市场提高价钱 但是我们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汇丰银行是目前台湾最大的外币现钞供应行 供应种类包括美元欧元港币等多达19种 但因为近来国际洗钱防治组织要求 买卖外币程序复杂严格 汇丰成本提高 决定退出外币供应市场 那我不换了 为什么 我钱不进来了嘛 为什么 觉得太贵 太贵啊 对啊 阻扰你换外币的意愿 肯定的嘛 因为他所以有管制了 民众反应激烈就怕亏到干脆不换外币 可见汇丰的大动作在市场头下不小的震撼弹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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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